警方说有骗徒自称银行职员协助申请政府消费券 要求一个女人交出个人资料 她最终损失两万元 警方说上个月17日接到一个42岁女人报案 收到自称银行职员的相关短讯 要求提供身份证、地址证明和银行资料等等 以协助申请消费券 事主之后发现对方用这些资料 扮成自己开设支付平台账户 并且由自己的银行账户提取二万元 到相关支付平台账户 于是报警